我想要做一個非常簡單 然後又很好吃的小點心 適合大人也非常適合小孩子 來一起製作 所以我們總共有的食材呢 有我們台灣的紅豆 那請你要這次煮紅豆的時候呢 要前一天先浸泡 浸泡之後呢 用水煮大概30分鐘 但是你要煮到不要碎掉哦 然後你將會用到的食材有 燕麥 乾的無鹽 然後稍微烤過的腰果 還有椰藻 一點點鹽來調味 然後另外呢 在這上面嘛 外面會就是有一層脆脆的黃金蕎麥 也是我們台灣的產品 所有東西呢 放在一個小的鐵彎裡面 所以燕麥 還有我們的腰果 所以我們先把腰果還有燕麥 放進食物調理機裡面去打成粉 所以有點像是麵包粉碎水 但還是乾的哦 因為這個是一個無糖的食譜 所以糖主要會是從我們的椰藻 這是沒有加工過的糖 所以其實對身體也很健康 另外它也有很高的纖維那樣子 所以對身體也很好 所以我們就全部加進去 那另外呢 是我們的主角紅豆 所以我會加一些進去 讓這個東西黏固起來 然後另外呢 會有整顆的也加在裡面 不會打過 就變成一個不同的質感 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 每一個東西都是小小塊的 那樣子 OK 然後因為我們今天的主角是紅豆 然後剛剛呢 我們有已經打成泥的進去了 所以我們現在要加整顆的 然後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手進去 羅生球之後呢 我有一個我們台灣的黃金蕎麥 所以我把它放進去 因為我想要一個 一個脆的口感在上面 所以我叫這個有點像是 一個很健康版的金沙 然後另外這個很方便的是 這個做完之後呢 你可以放進冷凍 然後它可以在冷凍維持 就是新鮮度是大概一個月那樣子 然後你要吃的時候再拿出來 然後放在室外 讓它回溫大概十分鐘 那就可以吃了 所以這是我們今天的紅豆小點心